有多恐怖 只要三鞭子下去 90%的人就会痛到休克 能扛过六鞭的坎成凤毛麟角 就在今年的9月19日 新加坡的一个伴郎 因为在新婚夜性侵了新娘 被判处了七年监禁和六下鞭刑 然而相比这七年监禁 广大网友的注意力却都在这六下鞭刑上 纷纷留言表示 这个伴郎恐怕会一命呜呼 对于这种刑罚 有一些囚犯就谈之色变 他们表示 宁愿多坐牢 也不愿承受鞭刑 鞭刑真的有这么可怕 进入现代社会 新加坡为什么还要保留 这种野蛮的肉体刑罚 众所周知 新加坡是世界上犯罪率最低的国家之一 除了经济发达 政治稳定外 这还得益于极严格的法律 培养了公民的守法意识 新加坡的许多律法 都让外人大跌眼镜 比如未经主人允许就乱层WiFi 会被视为黑客攻击的行为 最高会被判处一万新元的罚款 和三年监禁 迈口相堂也是违法行为 最高可判处两年监禁 以及十万新元的罚款 此外 自杀也不行 如果有人想死 但是最后没死成 警察可以把他告上法庭 他可能会被判处一年的监禁 加罚款 还有 公共厕所用完不冲水 也是违法的 会被处以五百新元罚款 加鞭刑 所以不冲水的后果 很可能会屁股开花 在这些处罚里 最受争议的就是这项特色刑罚 鞭刑 可能在很多人看来 不就是挨挤鞭子的事情 小时候又不是没被爸妈打过屁股 这能有多恐怖 然而 新加坡的鞭刑 远没有大家想的那样简单 对于什么样的人群 犯什么样的罪 挨挤鞭子 用多粗的鞭子 每一鞭下去 达到什么样的效果 新加坡法律 都有严格的规定 首先鞭刑用的 可不是那种 让有些人兴奋的小皮鞭 而是一种特质的藤条 长约1.2米 宽约1.3厘米 相当于人的小拇指脱粗 在行刑前 藤条会被放在清水中 浸泡一整晚 使其充分吸收水分 增强柔韧性 官方体贴地表示 这是为了防止藤条断裂 目刺扎到犯人的肉里 副作用则是 疼痛感会增加那么一点点 而且为了增加犯人的用心体验 行刑的人也是轻挑细选 他们的共同特征 就是都有一双麒麟臂 各个体格健壮 人高马大 有很多 还是退役的特种兵 或是搏击运动员 为了抽鞭子抽得更专业 他们需要系统的学习 人体组织生物学 力学等知识 做到打不死人的同时 把人往死里打 正所谓抬上一分钟 抬下60秒 在正式执行编刑前 刑刑人还会用模特练习手感 力求让犯人 在清醒状态下 体验最大的疼痛 且分布在不同的位置 并留下永久的伤痕 这团队看起来挺专业 编刑听起来也很刺激 但不是所有囚犯 都有资格体验 新加坡大约有30多项罪行 会被判处编刑 而且一般是作为监禁的附属品 也就是坐牢的时候赠送的 贩毒 抢劫 强奸这样的重罪 肯定可以体验 除此之外 一些较轻的罪行也会搏击 比如在公共场合客资 或者乱图乱画 非法持有匕首刀具 签证过期 非法之流超过90天等 只是在抽打的数量上 会有所差别 所判处编刑的囚犯 在性别方面也卡得很死 他是针对18至50岁之间的男性 女性不会被判处编刑 在刑刑之前 囚犯需要经过严格的体检 确保他们没有高血压 糖尿病 心脏病等 之所以设置这么多门槛 是为了避免在行刑台上出人命 毕竟边刑的目的是为了惩戒 而不是为了杀人 前期准备工作完成后 就进入了万众期待的执行环节 行刑地点会设在监狱指定的边刑室 监狱的最高长官和医生 会在现场进行监督 外人不得进入 犯人会在行刑室排队等候 而这个等待的过程 无异于是一种心理折磨 你会听到皮鞭落下的声音 接着是其他受刑人的惨叫声 囚犯会被固定在 一个类似高脚架的行刑台上 赤身裸铁 身体向前 呈90度弯曲 行刑者会在囚犯的臀部四周 放一块开口的软垫 防止误伤腰部 脊椎和大腿 顺便给犯人最后一次尊严 也算是一块折羞布 在技术官发放口令后 行刑人会抽出在清水或者消毒液中 浸泡了一整碗的藤条 鬼哭狼嚎的时刻就开始了 他们不需要考虑犯人的年龄 或罪行的轻重 对谁都一视同仁 每一边都保证最大的力度 还要打在屁股上不同的部位 并巧妙地避开 一间严重受伤的地方 而且每抽打一边 都要留出30秒左右的缓冲时间 让囚犯感受到真实的疼痛 这段时间对于犯人来说 堪称度秒如年 通常情况下 一鞭子下去 包管犯人皮开肉绽 哭爹骂娘 三鞭过后 90%的犯人就会疼到休克 能连续承受六鞭的 那都是人中龙凤 既然这样 那最高规格的24鞭 岂不是要把人打死 其实这种情况完全不用担心 因为现场会有专业的医务团队 每打一鞭 他们都会贴心地 诊断犯人的伤口和精神状态 以确保囚犯的身体状态 能够承受下一鞭 必要时 医生还会拿出专业的设备 为犯人进行心律监测 如果犯人在执行过程中昏迷 鞭刑就会暂时停止 犯人会被送到医院抢救 不过 这并不等于行刑就结束了 鞭数是一鞭也不会少的 等到养好伤后 咱们再继续 行刑的过程已经痛苦难当 但最煎熬的 其实是养伤的阶段 时间要持续十天到一个月 屁股开了花的囚犯 每天只能趴在床上 动一下都会疼痛难忍 而鞭刑后留下的疤痕 则会伴随犯人一生 就像古代犯人 头上的标记一样 成为屈辱的象征 在社会上遭人嫌弃 有鞭痕的人不能服兵役 结婚的时候 女方家庭也会介意对象 是否有鞭痕 因此 受过鞭刑的 很可能要打一辈子光棍 由此看来 鞭刑不只是肉体上的伤害 精神伤害也会伴随其一生 这也就是为什么 新加坡的犯罪率极低 作为一种古老的刑罚 边形层广泛的存在于 历史上各个时期和地区 毕竟 大屁股是古今中外 人类共同的爱好 但是进入现代社会后 只有新加坡等极少数国家 却依然坚持保留这种肉体刑罚 而且对本国人和外国人 都一视同仁 1993年 一个叛逆的美国小伙儿 来到新加坡留学 他在美国的时候 就经常偷东西 破坏公务 对此 老师也只能教育一下 拿他没办法 但是新加坡可不惯着他 有一次 他将小区里 其他人的汽车轮胎扎破 玻璃敲碎 还在车身上进行涂鸦 结果被判了四个月监禁 和十二下边形 判决结果传到美国后 美国的民众都觉得 边形极不人道 提出抗议 时任美国总统克林顿 亲自出面 为这个熊孩子求情 新加坡方面 为了尊重美方的意愿 于是将数量减少到四边 即便如此 这还是招致美方的不满 引起了一场外交摩擦 实际上 除了新加坡政府 民间也大都支持保留边形 认为这是震慑罪犯的有效手段 能够起到很好的教育作用 对于各位小伙伴来说 新加坡的法律虽然严苛 但是好在透明清晰 只要不主动触碰法律的红线 一般人也不会有机会体验边形 喜欢的话 一定要关注点赞 见识经和大家 一起看更新的视频